好的 那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把SPSSmodel成功的安装在我们电脑上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正式的开始 认识model这个工具 开始去使用它 那在正式的操作之前呢 浩宾老师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SPSSmodel的主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屏幕上 浩宾老师已经把这个model主界面分成四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叫做数据流构建区 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它叫做跨步 那跨步这里呢 其实是我们主要的数据挖掘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要阵地 那我们通过把一个一个节点往上拖 同时呢 把它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据挖掘流程 那停着去跨 大家可能有点奇怪啊 什么叫做把节点一个往上拖以后 连接起来就完成一个数据挖掘流程了 那事实上呢 做回现在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个图形跨数据挖掘工具 莫懂了呢 已经把数据挖掘过程当中的每一个步骤啊 已经把它分装成一个一个的节点啊 也可以看到节点区一个一个节点 那好像是 哎 我们现在今天要读取一个ECL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拿一个ECL的原节点 读取ECL的数据源 那今天呢 假如我们要读取一个Oracle的数据 读取一个SQL Server的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数据库的原节点 那读取这个数据 然后呢 那假如我们要筛选一些数据 好像是说 哎 我可能不要 呃 假如是我有一份银行数据 我们可能有男性的女性的数据 那可能今天我们不想要男性的数据 我们可能要顾虑掉 那可能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节点 把性别等于男性的丢弃掉 哎 我们可以用使用这个选择节点 那事实上 从刚刚介绍当中 就是说 Model已经把我们常用的 呃 数据挖球过程当中 这些 呃 步骤啊 分装成一个一个节点 那我们只需要根据我们需要 在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的节点区 找到我们需要的节点 把它拖上去 这个数据流构建区 那就可以完成我们工作用户啊 那这是节点区 那第三个叫做数据流结果和模型管理区 那什么意思呢 呃 在一个正式数据挖掘项目当中啊 有可能我们并不止一个流 那一个流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刚刚所说 一个数据挖掘的一个过程 那事实上来说呢 呃 有可能呃 我们在数据探索的时候 可能会构建一个流 那可能呢 在建模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构建一个流 那可能在结果评估的时候 我们可能又有一个流 那可能在一个数据挖掘项目当中 我们有多个流 多个过程 那在这里流 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多个不同的切换啊 那输出呢 就是说 某种里面了 其实我们会有多种输出 那可能是一个图形化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输出 可能是个图形 它可能是个呃表格的输出 那有可能呢 也是个那个呃结果统计分析的输出 那所有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结果啊 我们都可以在输出里面切换 那第三个叫模型 那顾名思义啊 我们可能在数据挖掘过程当中 一个流当中 你可能建立多个模型 做一个比对 那每个模型呃 具体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直接顶在这个模型这里啊 查看这个切换这个结果 那最后呢 我们叫做数据挖掘项目管理区 那呃 大家假如手上手头上啊 有这个小白学这本书的话 那事实上大家是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 介绍了quizpn数据挖掘方访问 呃 那在这个方访问里面啊 事实上我们知道 有分为这个六个步骤 分别是这个商业理解啊 啊数据理解呃数据准备 建模评估以及部署 那在每个阶段过程当中啊 可能我们的资料都是不一样的 那商业理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文档啊 可能会有一些呃 excel的一些材料啊 那在数据理解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一份数据总结的报告啊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数据流 做一个数据探索啊 那在建模过程中 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份流建立模型啊 那所有所有这样的资料呢 呃 我懂了他都可以通过这一个 数据挖掘线路管理去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呃 把文档拖啊进来 那我们就能知道 哎 究竟是说商业理解里面 我们有哪些材料 数据理解里面有哪些材料 这一路了扬 很方便的 要我们去管理好一个线路 那OK 那呃 废话就不多说 我们开始正式的进入这个 操作的一个流程啊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切换到model的主界面里面了 那可以大家看到 那个model的主界面呢 还是跟我们刚刚介绍的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一个model里面内置的一个demo 那打开demo的话 我们可以 点击打开 然后这里打开流 那这里的话 它事实上的话 打开这里 它会默认的选择 就是说我们最近一次打开的那个路径 那怎么样去到demo这里呢 demo的一个路径 其实上就是model的安装位置 18.0 我们这里用的18.0 那18.1 当然在这就打开18.1了 demo文件夹 那另外呢 有个快速的方式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那个金黄色的小方块 那我们打开它 那这是我们最近去到的一些流 我们打开演示 去到演示这个文件夹 当然这里是一模一样的 演示文件夹 那实际上就demo文件夹 那安装目标呢 就是我们18.0的安装目标 我们去到演示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stream stream就是流的意思 model的demo的所有的流的模型 主体的流的模型 都在stream这里 打开 那我们接下来打开这个叫做 dragman的一个.str的文件 那这也可以看到 model的这个文件的结尾 都是以str结尾的 str事实上就是 str 流的缩写 那model里面都是把一个 名字叫做str 打 OK 打开了这么一个demo的一个文件 我们这里事实上 它这样两个模型 应该是神经网络模型 应该是C5.0模型 我们这里就 为了颜色指质 再介绍一个 C5.0模型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也跟着 浩宾老师操作一遍 那每个节点什么意思呢 后面老师会在后面 给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流的一个过程 数据挖掘的过程先完成 看一下不懂我怎么操作 那首先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数据挖掘 模型 第一个部分我们都有材料嘛 所以我们首先得读取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是个变连文件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原节点这里 变连文件 找到这个变连文件 那我们可以双击 双击就可以 再来一次 我们双击 它就去到这里 那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拖动这个节点 把它拖到这里来 变连文件节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输正路径 大家可以选择着这个路径 选择着文件在哪 大家也可以直接的 这个输入这个决定路径 那这里咱们就直接复制 看看这个路径就OK了 输入路径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看到数据了 那拿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预览一下 看一下这个数据具体 真的长了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一个这个案例的背景 那事实上这是 一个医学的研究机构 也研究那个同一种疾病 那个病人的一个 对他这种疾病的最佳用药 究竟是什么 那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年龄 这个病人的年龄 性别 这个病人的性别 这个病人的血压 高中低 这个病人的这个胆固醇 这个高中低 病人当中 这个血液当中 病人不好意思 病人血液当中 烂离子的这个浓度 病人血液当中 假离子的浓度 也对应的最佳用药 这就是我们这一份数据 那这份数据呢 我们要研究什么 我们希望就是说 希望根据这个病人的 这个性别 他的年龄 他的血压 他的血液当中 烂离子的浓度 假离子的浓度 来找出 对于每一种不同的病人 他的最佳用药 究竟是怎么样的 做这么一个医学研究的 一个预测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接下来 结果的导出节点 那根据我们这个案例 事实上的话 他用为这个病人当中 血液中的 烂离子浓度 和假离子浓度 都很重要 但是他们的比值 可能更重要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生成一个新的质状 就是烂离子 和假离子的浓度之比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接入一个 导出节点 那导出节点 我们叫什么名字呢 那 假离子浓度 好 我们接下来就输入这个公式 大家可以按这个公式选择话 输入我们的公式 那离子浓度 除以 这个假离子浓度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没有错误 用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生成 生成了这么一个新的数据 好的 OK 那因为呢 我们在这里已经涌了 这个烂离子和假离子 这个浓度之比 那可能烂离子很低 假离子这个血液当中浓度 可能就没这么大作用 那我们就把这个节点 这个自动给公寓掉 先双击一下 那这也可以看到 我们把那个节点 双击的时候 假如是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假如对上一个节点 选择了这个节点 我们双击这个节点 它是会自动连接的 某种人会把我帮助 我们自动连接到这个节点 这样非常地方便了 OK 假离子 我们把这个烂离子 假离子弄住 先公寓掉 OK 那接下来我们呢 我们要接入个内型节点 为什么要接入内型节点 因为我们总的告诉某种人 我们想要用什么东西 预测什么东西 OK 所以我们通过内型节点 进行一个操作 OK啊 而这节点会后面跟大家详细介绍 大家不用着急 大家大概的跟着这个思路 完成这个步骤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最佳用样作为一个目标 其他作为一个输入 那就是说我们拿其他变量来预测 这边量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建模 建模这里用的是C5.0的这么一个节点 我们找到建模节点的 建模这个块里面 找到C5.0 那演示的话 我们就不多改变这些参数 直接点击运行 跑出来一个金黄色的模型块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的一个结果 我们模型结果 我们可以算机打开它 那C5.0呢 决策数呢 它会生成一系列的决策规则 决策规则判断 然后这里呢 它会输入我们这个预测变量的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看到决策数的一个结果 这个决策数还是比较简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输出我们结果 输入这个表格 再接一个表格节点 接在这模型结果后面 输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原始输入集里面 这个Y 我们预测用要 这是我们预测的Y 这是我们通过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 它是整个模型准确率 还是挺可以的 大家因为这里也没有分训练节测试机 这个模型结果肯定是很可以的 关于训练节测试机 后面也会跟大家介绍 整理这个操作 实际上还是有点不严谨的地方 但没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过程做完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编程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做了什么呢 读取数据 生成新的变量 或遇到无效的变量 然后告诉Model 哪个是我们的预测目标 哪些是我们 就哪些是我们的因变量 哪些是我们的自变量 然后建立一个C5.0模型 再把模型输出出来 非常简单 我们只用了六个节点 就把这个模型给做了出来了 OK 那实际上这里给大家介绍 再介绍一下操作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到在节点区这里 我们刚刚介绍 我们已经刚刚介绍完跨步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节点区 那就可以看到Model已经把我们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节点 不同类型的节点已经分门别类好 什么意思 原节点 那是干什么 原 那就是说我们读取数据 我们要读取不一样的数据 那都可以从原节点里面来 好像我们读取输入库数据 要读取变量文件数据 读取固定文件数据 读取SPS的数据 读取SPS Data Collection的数据 读取IBM Counter BI的数据 这些东西可能用的比较少 但是像SAS SL XML 这些数据 我们是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节点的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进入选线 而自断选线 那这两个选线呢 事实上都是我们做数据处理的一个步骤 做数据准备的一些节点 表现是说 我们选择节点 刚刚所说的 我们假如是从要选择男性的数据 可以选择节点 这个排序 这个汇总 对数据进行汇总 合并 免分数据 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这段选线里面 我们刚刚介绍我们内心节点 设定这个数据 它角色是什么 供应序 把无效的一些制装给供应掉 其实都是在这里面找到 那接下来呢 是图形 图形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视化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某种有三点图 多重三点图 时间三点图 直翻图 网络图 等等 那当然了 我懂里面肯定不止这么多 这么少的可视化结果 那事实上 常用的可视化 我懂了 都把它单独捏出来 那假如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没有 我可能想要做一个 线图 显著要平行图 显著一个线线图 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就可以在图形板这里 那图形板呢 这里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个图形板这里 图形板呢 它会根据我们选择的数据 自动给我推荐 根据这两个数据 你应该用些什么样的图形 我懂里面 内置的图形 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些地图可视化的一些 东西 内容在这里面 可视化的一个节点 图形的一个节点 那接下来就是建模 那建模啊 我懂了 里面大概是有31 31 好像是31个建模算法 大家是可以看到 Model里面 实际上也把它分类 那这里有个NAT serv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Model里面 实际上它也可以接 Hardop的数据源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支持 Hardop数据源的一些算法 那分类 那就是我们刚刚 说第一课当中 我们所介绍的分类算法 像随机生理 决策术的CMR区 神经网络 Ojusting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关联 那关联就是我们的 关联规则 C分就是我们军类算法 那当然了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回归的话 事实上 这些算法 像CMR区 内神经网络 LSVN 事实上都把它 Model都把它放到这里来 其实我觉得 应该叫做监督 有监督算法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点 那事实上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几个叫做 自动分类器 自动素质 还有自动军类 就是我们介绍过的 这些自动节点 就是说 在自动分类器里面 事实上 Model会把 可以看到 他把分类的模型算法 都列在这里面 我们是可以一次过运行 多个模型算法 然后可以所有选择 哪个最好 我们就选哪个 也可以使用组合算法 模式集成学习的方式 把多个模型结果 集成在一起 自动分类器 同样的自动素质 自动军类 也是大头小 一这么一个自动节点 练模 那接下来方面 是输出和导出 输出跟导出 这就比较重要了 那输出呢 那事实上 就是我们模型评估的 一些节点 我们可以 刚刚像刚刚说 把输出成一个表格 那我们也可以输出成一个矩阵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 那分析事实上就是评估模型 就是模型的准确率 这里我们再试一下 可以看到 模型百分之百 预算准确了 这个模型 那也会有数据审核 那这些节点 其实后面都可以给大家介绍 那另外一个是导出 那输出呢 我们是说 把这个结果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面 我们可以评估这个结果 那导出呢 就是把我们最后的数据 导出成一个文件 那可能导回到数据库里面 那有可能导回到一个平面文件 CSV 那有可能导成Excel 这都是OK的 那就我们把结果导出成一个 以文件形式给导出出来 就是导出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IBM Statistic IBM 10 那这是两个 大家假如有需要 Model跟其他工具所联动的话 那就可以这样做 假如大家购买了这么大的 SPS Statistic 有最一等约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 使用Statistic 就是IBM 10 计数据模块的一些功能 那这里有个Test 就是做文本新的功能了 大家假如要使用的话 都可以去联动去安装 那当然在本次格上当中 我们主要还是介绍 以法统的挖掘为主 所以主要会介绍 这种语言 进行选件 这种选件到导出 这些一些节点 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收藏夹 那我们点的收藏夹 这里刚刚浩宾老师是说 就收藏夹 是我们可能会经常 使用到的一些节点 那作为一个 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收藏夹 那必须的 可能根据个人需要 所以他肯定得有一个编辑功能 那么可以 右键在这个空白层里 有个管理选线板 我们点击打开它 那对收藏夹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有一个编辑 所选线 点击 那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需要 把我们这个 所经常使用到一些节点 把它放进来 举个例子 好像是 我们经常要做一个FM的分析 我们经常要做一个FM的馈总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M馈总 把它放到这里来 那好像我们经常可能要做一个三点图 找到三点图 三点图 那我们可以把它拖到这边来 那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多了FM馈总和三点图两个节点了 那我们点击确定 再确定 那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收藏箱里面 已经多了 刚刚我们选择两个节点了 那为什么有个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线 那事实上 这个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根据不同的节点类型 它把它分割开来 那另外呢 选线板其实还有其他功能 我们再打开这个光源选线板 就是说 除了这一些的分类 我能不能自己再找一个喜欢的分类 可以 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添加一个新项目 我们就明示出发一点 叫做 我喜欢 就叫我喜欢 那我们可能把数项节点 编程文件节点 SaaS文件 就是说用顾输入节点吧 然后再来五个 厘米化节点 填充节点 导处节点 放到这里来 点击确定 确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出来了 我们有个我喜欢的节点 那进一步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不能放这么厚嘛 放到最前面 这里 这四个案例就是调整顺序 放到最前 放到最后 往上一格 往下一格 大家根据自己需要调整 那我们还想就说 我喜欢里面 我再做一个分类 可不可以 我们点击这个 找到这个我喜欢 点击这个直选线板 那我们在这里 OK 创建这个直选线板 那假如我们 还是把它叫做数据员 员 我们把这前面这三个 放到这里来 哎 好的 那另外呢 我们再要一个叫做数据操作 数据操作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匿名画填通到处放进来 点击确定 再确定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喜欢这个节点下面 已经有全部 哎 再把它自己 让到我们的需要 把它做到一个分类 哎 那就是 这个选线板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的 节点区啊 那当然啊 改了探望 那我们可以恢复缺省值 原生的一个缺省值啊 OK 那接下来啊 我们看到这个流管理区啊 那事实上呢 呃 我们这里可能有可能已经打开不同模型 哎 这里刚刚是不小心打开的啊 先上掉 那 我们可能假如建议了多个模型啊 这里要把它翻掉 建议了多个模型 那我们事实上 哎 我们这里假如有打开了新的模型 哎 去到我们demo文件夹 去 呃 随便打开 就刚刚那个吧 就是说 concepts kmn 哎 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切换的啊 我们需要切换 那同样的 我们之前呃 模型里面 回到刚刚那里来 先 先回到刚那里来 我们刚刚可能有多个输出啊 我们运软节点 事实上也是 一个输出来的 那我们可能也会生成表格 刚刚也做了一些分析 那这里的话 会把我们历史的这个输出结果保存下来 我们算机打开它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个输出结果啊 哎 不需要 呃 重新再运行一遍 直接都可以打开 那模型呢 就是说我们曾经申请的一个模型啊 那假如我们要使用它 我们可以算机它 哎 那它就去到我们这个流这里 呃 不一定要在这个界面上使用 好像是 我们之前有一个空的流 我想用到刚刚所建议的模型 我也可以直接算机它 它就去到这么一个空白的流里面啊 啊 不一定要去刚刚的流里面啊 啊 大家这个是主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进来 OK 那 另外呢 今天有一个模型这么一个管理啊 你可以看到 项目管理区啊 这个 呃 呃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把它这个东西拖到这里来 那所以说呢 我们呃 找到我们放在我们呃 内容的目标啊 啊 可以看到 哎 我们这有个业务背景介绍 哎 我们打开它 呃 就是说 介绍我们整一个项目的一个业务背景 呃 就是说一个呃 药物治疗的研究背景 那呃 根据我们需要 哎 那个就属于商业理解嘛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哎 放商业理解里面 然后呢 可能有个结果报告 那我们可以放在那个评估这里 那可能有一个string 那我们可能换在这个是建模的string了 我们可以放在建模这里 那实际上呢 呃 就可以根据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给放在不同的地方啊 然后的话 这个结果啊 我们是可以保存下来的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已经有一个 我先把我们是可以把结果保存下来 就是说我这项目里面有哪些文件 这些文件是存放在哪个地方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保存下来 保存这个CPJ的项目 那我们保存在桌面上面 啊 我们就改个二吧 要研究二 保存保存下来 那 这些结果事实上都是可以打开的 什么意思呢 就 呃 直接双击这个业务背景介绍 那事实上它会直接打开成 根据它的这个后续名 直接打开它 那所以其实 这个项目管理啊 这个东西啊 对我们是非常方便的 它可以按照我们 呃 一个项目的一个过程 一个项目的步骤 一步一步一步的分割开来 每个步骤当中包括什么内容 包括什么呃 我文端啊 以下文端啊 评估报告啊 模型文件啊 它都可以分文别类 非常方便 尤其是在我们做一个项目当中 有多个呃 同事协同合作的时候 那就更方便了 OK 呃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啊 呃 我们刚刚是从那个 Draft文 是从Dembo文件夹去打开它的 那我们现在呃 呃 假如啊 呃 再我们来到这里吧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也是刚刚从Dembo文件上打开的 那假如我们要保存它 事实上 诶 是保存不了的 它是不能被写入了 诶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呃 我们model里面的原始的Dembo文件夹的视频文件啊 模型是不能被写入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想拿Dembo文件来做一个参考 不是作为一个事例 呃 但是呢 在我们可能直接不小心了 在上面做一些其他操作 要保存啊 那就可能这个Dembo文件就可能变得面目全非了 那可能下一次使用我们就使用不了了 那所以呢 这个Dembo文件默认是不能被写入的 那所以呢 假如我们在Dembo文件上做了一些操作 那我们必须的把它另存为 另存为在其他地方 可能在桌面可能在其他地方 诶 现在就可以保存了 哎 现在就也可以保存了 就是说我们不能保持保存在那个原始的文件夹里面啊 大家这一点要注意啊 呃 好的 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那个鼠标的一个基本操作 那鼠标 而左键就很简单 就是说选中 双击打开啊 那假如是说我们要删除这个两个节点间的连接的话 就可以把鼠标放到这里连接来 右击鼠标 删除连接 那假如我们要重新建设这个连接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可以直接呃 第一个应该是说翻掉啊 就是说我们直接在节点里面双击 自动连接哎 就是说我们鼠标选中哪个节点 选这个 我们假如在双击这个节点的话 那他就会自动连接到这里来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右键连接 就是说我们先右键选择我们需要起始的节点 再到我们的目标节点 左键 哎 连接起来 那另外呢 假如在鼠标有中键的话 你这里是好比老师觉得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 就有中键的话 就说只要这里放到这里来 我们按住我们的中键 然后可以拖过来 然后鼠标松开 那这个连接就自动呃 会创建了 那因为好比老师这个中键是不能用的 那所以不能给大家演示啊 但是这是好比老师觉得最方便的方式 用中键去连接 那OK 那呃本节呢 介绍这个moto的主界面 以及基本操作就先到这里 那在下一节当中吧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某种很基本的一个小技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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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